在汐止乡长路的高速公路桥下寒洞 虽然坐了人行道 不过太窄 造成行人在走的时候容易跌下车道 就有民众反应 因为人行道只坐了一边 尤其在遇到两头都有人要走 擦身而过的时候就容易跌下车道 如果刚好有车子过撞到 真的很危险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18号校1月亮这辆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砍 就是这个寒洞 因为本来就不宽 人行道只坐了单边 而且也很窄 就有民众跌下车道受伤 这里是汐止乡长路二段 高速公路桥下寒洞 因为行人走的空间实在太窄 遇到对象也有人要过的时候 两人擦身而过 靠近车道这一边就容易跌下车道 又或者是为了让行走下车道 如果这时候刚好有车子过 后果不堪设想 想要想要 想要怎么办 想要怎么办 搬着车来 想要想要就 这人会拔下车道 拔下车道就够了 这就够了 拔下车道 希望怎么开始 没有啊 我坐一座旁边 这座轮竿 手往后 不能够 很多人 车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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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这位拜托了辽宜员 看我们岛三天做个车 车到车 车到车 很多乡村 今天也都有来 跟我们建议 这些事情是很好的事情 希望我们可以 这边跟我们岛三天 看我们完成 让我们人车都安全就对了 高速公路的寒洞底下 那这边很多的行人在这边通行 可是这个人行道 非常的狭窄 那有时候 连长的在这边走的 非常危险 会反正就是会跌下去 所以说我们今天 经过我们这个前里长 苏里长的提议 我们的地方的乡亲 很多人到现场来会看 就是说 尽量把它做个栏杆 确保这个行人的安全 在接获陈琴之号 18号下午 议员廖正良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 对其实这个隧道不是很宽的 大概我们最主要是 看两前期没有 就是说在车子通行的时候 也是很安全 在行人在通行的时候很安全 我想朝这个目标来试做 车子方便通行 不过行人安全更重要 现在碍于寒洞陆福 如何达到双赢 接下来将在安排会刊 邀请交通局到场 再做后续改善 结成惠林细致采访报导 好 好